好,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个是宗族的第三个疾病 这个东西,这个我们称之为Cuboid Ball 骰转骨骰子的骰 那这个骰转骨它的特色在哪里呢 是在第五脚掌骨的最末端的这一个内侧 那有的时候呢,有的人比如说他走路 突然走一走,脚炒到外面 中间这里突然就会很疼痛很软 这个我们就称之为Cuboid Syndrome 有的人比如说他脚是外翻的 或者是这个地方曾经有扭伤过 就会造成这个地方有时候会卡到 突然软脚造成这个地方疼痛 我们称之为骰转骨症候群 那临床上我们可以怎么样检查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按压 按压的时候检查有没有声响或者是不稳定 那这个不稳定有时候这种办法没有办法检出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 从这个地方骰骨的这个下面 我们去摸它的脚掌骨的底面 脚掌的这个底面 看是不是有因为骰转骨不稳定而突出来 如果它是这样往下翻转的时候 你在脚掌这个地方就会压到一些痛点 或者是一些突起 如果有发现这些毒起的时候 也有可能是骰转骨的一个症状 所以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 不是只有调整脚型 还有什么 我们要做一个骰转骨的腹位 腹位可能是利用这个方式把它推回去 或者是利用这一种调整的方式把它回到正确的位置 这个才是我们治疗骰转骨的一个正确的方法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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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